我大學學的是美術教育專業 那時候是因為工作需要 當美術老師需要有這個技能 然後就去學嘛 作品主要偏向於傳統題材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地方特色 武師 武容 還有慧安女 尋仆女 旋風雨是我們這邊比較有特色 比較有代表性的一個漁女形象 那最突出的特徵就是它的沾花盤頭 我平時做的話就用卡子切出一條一條 0.1厘米寬的紙條 用樓卷的方式把它編成一條一條的辮子 然後沿著後腦勺一圈一圈的盤上去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在上面加花 是說這個頭就用了三天的時間 因為我做的是立體的 所以每個角度都要盡量的照顧到 那比如我們身體 就可以用捲的 用折的 用渣的 之後呢我們再去製作手臂 腿 再用刻的 拼接的 將我們的裝飾放上去 那我們這樣的一個作品就基本完成了 能將自己的想法變為現實 同時又能宣傳自己的家鄉 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也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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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